在看影片之前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你就會知道我第一時間的更新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Avers 歡迎來到 廢得起系列 今集將會和大家講解一下我對香港恆生大學的一些看法 在IG問完大家之後 發覺大家對於香港恆生大學都非常感到興趣 所以今集就來大家去否析一下 究竟香港恆生大學是一間什麼大學 而你想入香港恆生大學的話 要 fulfill 什麼 requirement 後面也會帶大家去看看 究竟Year 3 Entry 或者你想Year 1 Entry 即DSE Student 想入香港恆生大學要注意些什麼 香港恆生大學之前 其實就叫恆館 恆生管理學院 而在2017年的時候 他就升級變成香港的第二間私立大學 去到2018年的時候 他收生率是提高了35% 如果你說到應秀性的話 所以就要看看你究竟是想 畢竟在香港做 還是你純粹想拿一個大學學位 如果你想在香港做 其實香港的大學 拿了一個本地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的話 其實很多雙科界的一些僱主 都會知道香港恆生大學是怎樣的 那到目前為止 我入了恆大就有半年的時間 而我就想用一句話來形容我對恆大的感受 他就是比我的預期中實在好太多了 恆大第一個最大的對我來說的好處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說過 就說Ling Yu好像在八大裡面 是最小的一間大學 但其實一間Ling Yu就已經等於四間恆大 但對於一個老師來說 我記得我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我還要在找M標 究竟在哪裡 去到我第二天上學的時候 別人帶我遊走一轉校園之後 我還是分不清楚 究竟學校有多少對門 然後影印要在哪裡影印 然後吃東西 究竟要走哪條行的哪一道 這樣穿過去才能走 我也是別人帶我出學校 我才找到對學校的門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看看老師第一天是怎樣上學的 我現在已經進去了大學 但問題是 本來我以為他只有ABC座 原來他是有N標的 我想一下 他是不是有ABCDEFGHJKLMN 去到N 我已經看到M了 我要找的是N 不過這裏都 真是 可大可大 不是 我可以說大 但又不可以說真的很大 但對我來說 對於一個 正常的老癡 他真的覺得這裏很貴大 哈哈 我遇到兩個半小時出門 最後我是 遇到半小時到學校鑑 我看到行李好像是其中間的客廳 我終於找到路 下去了 應該這條路應該是對的 我相信 應該可以走到門口 因為我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我找到上課的地點 但一出來 我就 東南西百分不清楚 所以就找了幾條路 最後終於找到 我想找的那條很斜的斜坡 那就可以通回去學校的大門 好呀 那我們這裏 是真的有N標 和N標 也有A標 好像是有ABD 之後就是MN 我覺得恆大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它有一個室內游泳池 如果喜歡游泳的你 就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香港恆生大學 因為身為學生的你 當然是免費的 第二 大家可能會擔心 蛤? 恆大這麼小? 那... 那... 不就很少餐廳 那... 其實恆大小 所以收身也不會說很多 所以在餐廳裡面來說 也不用擔心 除了有餐廳 有Coffee Shop 價錢十位 餐廳的食物質素也還好之外 旁邊還有一條叫小力園村 小力園村上面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食物 除了有MG之外還有台式食 台式食之外還有西式食 西式食之外 街市 街市裡面還有food court 那... 真的... 其實理論上 你想找到的食物 或者你可能現在想到的食物 都會有機會 在小力園村找到的 那... 就是說 如果你是住屋 但是你又突然之間想去和其他一起吃宵夜 那就... 那就上去小力園村吃宵夜啦 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不少人去问过我的 我自己觉得 恒大的教授或者教授 其实他也是非常之开心 就是有同学去问他问题的 无论我现在是隔着个盲子上课也好 他们是去到每一个教授 或者每一节完了 他是很喜欢学生去问问题的 老师也是非常之喜欢一些比较curious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例如我 sir就说每件事都会有function rail的 无论是人还是物件都会有function rail 然后有个学生就开麦问问题 就说我扔手榴弹 手榴弹不会爆炸 那是不是不是function rail呢? 而这个问题 sir听到之后他觉得非常之有意思 所以我记得没记错 他好像有了接近10分钟的时间 来解答学生这一条问题 而最令我surprise的一件事 就是我经常都觉得 professor应该很忙的嘛 但是我发觉无论是lectual也好 是professor也好 我是一个问题少女来的嘛 我经常喜欢问问题的嘛 我试过发email 然后不用两分钟 他就已经回回我的email了 起码有三四转 他也是很快就回到我的email的 而最迟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呢 我就是试过星期五发email 然后星期一就已经可以收到他的email 登大学的老师呢 对于我来说 我最surprise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回回email 和他们回答学生的问题的那个 积极程度呢 是最令我surprise的一件事 说完这些之后呢 如果你是DSE学生 或者你是想EH3 Engie 那你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啦 知道大家对恒大有不少的疑问 那我说没用的嘛 那现在要去看看官网 要详细一点去理解啦 那我现在就和大家去详细理解 那其实呢 你带HSU呢 就已经可以很容易找到官网 就是按这个入学申请啦 那之后 DSE学生 我稍后会讲的 就是Year 1 Engie 那我现在都会讲Year 3 Engie先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EH3 Engie 那就去看看这个入学的缺点啦 那我自己就在那里 那大家在那里想一下啦 那阿蘇高低 拿到3.5的人有多少呢? 那拿不到3.5 可能进不到大学的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可能拿到2.5那样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去看看啦 其实 恒大是有很多个学院的 那比如这个商学院 这个传播学院 缺册科学学院 人民社会科学学院 还有这个翻译及外语学院 那自己可以因应回兴趣 而去报道不同的学院 和不同的科目 而 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恒大里面的商学院 那我们可以去一起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GPA里面来说 最低要求就是2.5 那也都有个很特别 那也有个特别的案子 就是 那也有个特别的案子 就是听回来的 就是说2.0 那也有个人 有个人复充不到 障碍的案子 那就2.0 那也有 那他最后是有机会 很幸运地进入到恒大 那也都要注意 可能human resources 可能human resources 和一些工商管理的学系 那也有个人要求 也有个人要求 是会比较高的 GPA最少是有3.0 那大家都要看 那如果你想考虑 Year 2.0 那也会有的 有不少的科目也会有 Year 2.0 也有些是没有的 也要留意 那可能我自己读这一科 就是supporting management 那里面你 你入到这里 已经是要选择的了 那你自己想想 究竟选哪一科 我是比较适合你自己 以及比较有好的出路 你有好的擅长发挥 那说完这些GPA最低要求 然后起码要有一个高低 或者低低的学位之余 那我们就看其他了 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究竟如何申请 那其实不同大学 都有他们自己申请的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叫浪Juplus 那就不会像Juplus 那你就这样在Juplus 就可以申请不同的大学 那我们不是 那申请大学 就不是行这一套的 那大家都要自己去了解 不同大学的系统 那你说这些 那其实 那其实你卡进去之后 就很容易明了 那我的记忆来说 是连personal stagement 都已经是不需要的了 而且他的手续 都比较快静正的 那你 那如果报名快来说 那报名快来说 我觉得他是比八大便宜的 那八大其实有些就是 你给完报名费之后 八大有些就是 你给完报名费之后 就只可以选一至三科 而City就是一科 200元手续费 就是你可以选10科 就给2000元 那但是恒大呢 就是一科 100元手续费的 那如果你自己可能 GPA比较高 你只是想着 入某间学院的那一科 其实你报一科 都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你 如果你比较早申请 你报一科 就已经很足够了 整个方法之后 那大家就去看看 它的学费 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学费 你看到EF3 其实学费都挺金的 那因为 子智学校的学费 你自己想想 就是一定是 六万到十万多 不等的 甚至可能更高 那恒大 我假设 可能最普通的双科 那就接近 那就大约九万七 一年 如果你EF3 那就有一个 但是大家不用怕的 第一年 EF3 其实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是完成了一个 如果你是完成了一个 HIDI 或者ASO的学费 那其实就会有这个 免入息審查之助 那免入息審查之助 那免入息審查之助 之后 其实你第一年给的学费 就是六万四 就接近六万四左右 那其实有机会就是 你可以不需要给六万四 你可能是给五万四 为什麽呢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那有机会 你就非常之赢 主要在这个 HIDI 或者ASO 最最终的 平均的GPA 是拿了3.6 那如果你有3.6 那就有机会 你可以拿到这个 入学奖学金一万元 那就是扣除你的学费 那其实你第一年 就只需要给五万多元 那你可能就会想 哎糟了 那EF4的时候 怎麽办呢 那EF4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 自己想想 究竟能否得到这九万件文 那也不要紧 那这个社会 亦都会有一件事 叫关窗 那除了关窗之外 那恒大也会有 相应的bronzeri 那它的学费 也知道了它的GPA要求之外 那你还需要知道些什麽呢 那就加上入学校合 那你们看一下入学校合 其实都 其实都简单明了 一个表 就已经看到了所有的科目 就看一下 其实有些科目是需要不使的 例如些什麽呢 就是这些 中文文学史 英文 或者是一些商业翻译 那些 那就是需要不使 那其实 大部分商科来说 都是不需要不使的 那我们看看面试 那其实不少的科目呢 都是写明说是有面试 以及是师傅 个别情况而定 那 多数有个别情况而定的那些 理论上呢 有机会是真的没有面试 那面试的方式就是少了 或者是个人 我同期进来的人呢 因为这个社会情况比较特别 那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没有面试 就已经收到肯定性的提供 只要拿到3322 你就有机会可以进到恒大 例如你可能 只有12分 至20分 你未必进到八大 你想进的科目 而你又可能是 就是很想读某个商科的 那你都可以想一下恒大的 有些可能特别一点 例如你想读正算的 那你数学起码至少只有三先 这个申请 看看申请方法 那我推薦大家9月入学 那9月入学 其实你就要去EF报读 那除了我刚刚说 你要有阿蘇 或者HIGHDIP的学位 你才会有那个 资助 你才会有这个资助 那其实如果你有33 那你的成绩达到3322 而你又是申请置资学位的话 其实你第一年的学费 就只需要5万多元而已 这些指定界别 其实已经是立入了 香港的 香港政府的资助计划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例如这些科目 就是我 就是我自己说想读的 那我现在读的 那我现在读的 Supporting Management 其实我就会非常羡慕你们 因为你们进来 其实每一年的学费 就是 就拍得住八大 因为其实这些科目 就已经 就已经是立入了这个政府的资助课程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它的 它的学费是非常贵的 比如恒大 而你又很担心学费的话 那其实如果你拿接近23分左右 那你拿接近23分左右 其实就有机会 会拿到这个4年的全額学费 就是你想想 4年前的全額学费都挺金 就是已经包了你整年了 那有机会 就是连这个宿舍的住宿费 也都包了给你 奖学金 也有不少的定格奖学金 除了可能23分 20分之外 18-19分都有机会 可以拿到一些奖学金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看 其实说了这么多 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入香港恒生大学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选择 也都祝大家可以入到自己想入的大学和科目 那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妨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回答大家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我 如果觉得这条片有用的 就记得share出去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第一时间的更新 那大家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就可以听我的cover 或者知道多些我的生活状况 另外也可以投票选择下一轮youtube的主体 今集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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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